大家好,我是元朗設計的萬璇 今天要介紹的案子是坐落於南屯區威爾文教機構 有著十多年豐富教學經驗的業主認為 快樂不是學習的目的,而是學習的過程中感到快樂 抱著這樣的教育理念,希望打造一個能讓小朋友 在遊戲中、實驗中獲得啟發的學習樂園 在這裡,小朋友藏三兩層群一起玩桌遊 我們透過設計波浪型造型的大長桌,取代傳統桌椅 除了可以多人參與遊戲的樂趣 同時亦是家長、老師、孩子三方互動的平台 而如條狀蒟蒻的桌角,則發想於《哆啦A夢》的翻譯蒟蒻 營造趣味體驗的空間印象 後端清零色備牆,為空間帶來視覺上的清涼痛透感 中段椭圓與圓形的結合,則原置手機解鎖的概念 一指解鎖小朋友的喜好 傳達、學習如同滑手機般有趣的品牌意象 在櫃檯技能最需要收納的兩大項目 第一為弱電系統,其中包含電話系統、監視系統、電腦主機、音響主機 第二為資料的收納,有課程講義、資料書籍、小朋友的檔案與文件 而我們透過設計讓收納能在立面上有一體性的視覺效果 走廊上我們跳脫字式的布告欄 在面材被貼磁性美奈板 讓老師可以直接在牆上張貼活動照片 小朋友的學習成果、課程資訊 在地平鋪面的設計 我們用巧拼的概念去界定空間 營造室內外延伸的視覺效果 圓無形地板鋪面 讓教學空間有舞台的感覺 小朋友可以圍繞在一起 達到寓教於樂的最好效果 下課後 此處豐富的藏書 讓在此等待家長的孩子們 能夠遨遊在知識之海中 與同儕們交流薪資 同時也是說故事比賽 英語互動教學的活動空間 介紹完今天的案例 身為家長的你有沒有心動了呢? 你會希望趕快把小朋友送來學習嗎? 由此可證 品牌精神需要好的場景 來說故事 元朗設計協助補教機構 整合變更與立案 提升品牌的整體價值 將教學理念融合於空間設計之中 創造欲教於樂的教育空間 公園 這個是一刀文化的 皮膚作詞 我會記得